为什么你的抖音做不起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 抖音的逻辑是什么 再说各位 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们正常的这些 我们平常我们怎么刷抖音的 随便注册个抖音号 就开始刷刷刷刷刷 对不对 看到喜欢的就多看一看 对吧 两个小红星 是这样刷的吗 不好意思 你已经失败了 你已经被抖音驯化了 而不是你驯化的抖音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个抖音给你们推荐的 全是你们喜欢的段子 它为了把你留在抖音平台 它会根据你的用户习惯 来去给你贴标签的 那个位置 抖音比你更懂你 你知道吗 所以抖音为了要推算 你最喜欢的视频发给你 它就必须得知道 这个创作者是干嘛的 所以抖音规则里面 最重要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指标 叫垂直度 在抖音里面 一直拍猫的 都能有上千万的粉丝 为啥 那只猫一年 给他们家赚五千万 为啥 因为它只拍猫 它的垂直度非常高 我就是做猫的 所有爱好猫的 都能收到它讲的视频 你呢 今天拍猫 明天拍狗 后天拍你日记 抖音知道你敢干啥吗 抖音哪敢推你 所以垂直度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发现 周老师有将近几百个号 每一个号的程度极高 周文强讲历史 直讲历史 周文强讲财商 直讲财商 中文强讲商业 直讲商业 垂直度高不高 那如何能够让系统 知道你的垂直度呢 一 你可以登录后台 自己贴标签 自己写上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创作者 但是你们很多人都不会 二 那就是你拍的视频 一定是拍抖音类型的 这些东西你都不懂 对不对 三 你在作为用户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上去 做创作者 你要先当抖音的客户 你也要学会刷抖音 你在刷抖音的时候 明明你是讲历史的 你那个号就不要瞎刷了 那你为啥 发抖音不 我现在知道了不 你瞎刷 你明明是要讲财商的一个老师 你又刷小哥哥 又刷小姐姐 又刷搞笑的 又刷刷剧的 抖音根本都不知道你喜欢啥 发作品之前先当用户 知道不 你就刷视频 看到那个不是讲财商的 就点不喜欢 看到不是讲财商的 就点不喜欢 看到不讲财商 就不喜欢 看到财商 看一看 点个赞 评论一下 转发一下 只要你连续这样刷两个小时 你会发现抖音会给你推送的 全是讲财商的内容 恭喜你 已经把抖音训化了 抖音给你贴了个标签 你是按开财商的 然后你去看直播 看直播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只看跟财经有关的 跟创业有关的 不是的 就点不喜欢 你也要在抖音上勾勾物 这个叫贴标签 当你把垂直度标签贴完以后 你必须要知道抖音的推荐规则 抖音的推荐规则是啥 要想上热门 要想让系统给你推荐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玩波率 什么叫玩波率 就是有没有人看完 你发了太长 别人不看完 滑走了 没有玩波率 就没有人再给你推送了 得到不 第二叫做点赞 有多少人给你点赞 第三评论 第四转发 对吧 有多少人给你评论 有多少人给你转发 第五关注 有多少人给你点关注 如果你发了一条短视频 只有七八秒 别人都看完了 而且都给你点赞了 都给你评论了 都给你转发了 还给你点关注了 我跟你讲 这个视频一定爆款 一定爆表 前十个作品 爆不爆掉 就决定了你这个号能做多大 能听懂意思吗 你们任意发一个短视频 抖音都会给你推200播放量 这200个播放量推过去 如果这200人看完以后 都没看完 玩波率是零 都不给你点赞 都不给你评论 都不给你关注 都不给你转发 系统会自动评定 你在垃圾视频 直接屏蔽 结束了 不给你推流了 给你限流了 但是如果给你推了200播放量 然后发反馈非常好 有人给你点赞 有人收藏 有人转发 有人评论 有人这个都把它看完了 数据反馈非常好 抖音是一套系统技术 它不是一套人工 它是一套人工智能的算法 它就会给你推2000播放量 2000发现反馈还很好 那2万 20万 2000万 一个亿 也就是说 你在抖音火 是因为你知道 抖音的道是什么 你做了和他道的事 抖音就推送你 就这么说 应该配什么样的背景音乐 应该用什么样的画风 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字 什么样的语言 容易引起别人的神评论 这些所有东西 都是有技巧的朋友们 为什么别人会转发我的 都是有技巧的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都要学 为什么周老师 有那么多的段子 那天天下大雨 对吧 哎呀 姓科名笔 什么这个卧龙凤雏 德意可恩天下 这所有的这些段子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 评论上去的 知道意思不 叫什么评论 评论 你别管是骂你的 还是夸你的 抖音人家不识别 是骂你的 还是夸你的 就识别多不多 周老师最多的一个段子 播放量4700 点赞量超过将近1000多万 然后这个评论 40多万 转发30多万 这叫爆款 如果爆了以后 马上开直播 你直播间人多得要死 哎 我讲到这个逻辑以后 大家能不能听懂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要学 你不学能行吗 做播商 一定要做直播朋友们 你或者你的产品 如果不能出现在直播间 你会被淘汰 在这个时代 趋势就是最大的资产 谁掌握趋势 谁就掌握未来 未来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一个新的职业 这个职业你们记住 这个职业将来的收入 绝对超过演员 叫做主播 你们会弹琴的 可以弹琴啊 会教英语的 可以教英语啊 你喜欢讲小说的 你可以讲小说 喜欢讲相声的 可以讲相声 哎 什么都可以 这都各位 未来行行业业都是做播商 你们必须要提前布局做播商 16年我就预言 播商时代来临了 我最早在中国培训行业 做播商 做直播啊 所以周老师全网 现在就将你仗义的粉丝 这是个商业业态的改变 不是让你换行 你以前呢 是卖水杯的 你以前这个水杯 是在你的店里卖 在做商时代 后来行商时代 放到你渠道里卖 播商时代放到直播间卖 因为未来的宇宙大运 是做播商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中国产业转移 播商将会成为 我们中国的资助性产业 因为在这个方面 我们已经有些世界了 如果你说直播带货 请问以后 哪个国家比中国好 你给我找一个 这是事实啊 对不对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能够像我们中国人 威亚一样 一年带货 可以做到将近八百多亿 对不对 一场直播间 可以带货十几个亿 全世界没有能做到 我们的海外版的 那个某英 出海以后 秒杀整个全球啊 那不开玩笑啊 所以说 从天时 再从地利 再从人和 都是播商的天下 所以播商还会火多少年 我告诉你 最少十年 大家一定要学会做直播 播商是一个时代 播商是一个机遇 播商不是让你换行业 播商是让你学会直播 把你的产品 放到直播间去卖 今天你如果不学播商 明天你将无商可做 何为播商 如何播 播什么 怎么播 点击这里 即可预约 从此刻开始 给自己做一个新的决定 你将开启一个 全新的播商人生 有人说 老师做播商怎么做呢 一 如何拍短视频上热门细粉 二 如何挂工作量 在直播间可以开家属于自己的店 三 如何搞粉丝 四 如何直播间有人 对吧 不就这些东西吗 而且你可以拍个短视频 短视频带货 这是纯被动收入 老前门 能听懂吗 你把我这条学回去以后 你不就可以卖了吗 老师我没有粉丝怎么卖 老师我不会挂小黄车怎么卖 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挂小黄车 老师我不知道 怎么开网上开书店 老师我不知道怎么直播卖我的产品 啥都不说了 点击下方链接 一起报名 跟周老师一起学习吧 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直播的时代 播商 持续火爆 无论你是个人还是企业 顺势而为 才能够让你拥有更大的发展 周文昌老师将会教会你如何通过直播 实现人生的逆转 所以在座的各位啥都不说了 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跟着周老师一起学财商 跟着周老师一起学直播 跟着周老师一起学怎么找轨道 对吧 再多各位 万物皆可直播啊 现在是全民直播的时代啊 你们必须要学会直播 你之所以直播间没有人 是因为你不会播呀 你没有学过呀 你不知道怎么上这个门啊 对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拍短视频啊 你不知道怎么直播带货呀 那我教你呀 你来学呀 你一定要找我趋势 谁找我趋势 谁就能找我财富 点击下方链接 即可预约课程 找到周老师 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